试试做这个宣传单章 先切回它所给的文字 接着在这个文字 Enter四格 接着就开始 它所指示的东西 方向是横向 横向就是立方向 横向 接着就是 放个花边 花边是在框线 框线及望底 以免框线的西瓜 接着呢 版面配置是两栏 接着呢 插入文字艺术 我们可以在 地质公园 Ctrl C 接着呢 在这里 插入文字艺术 C 找个适合的字形 接着呢 地质公园 接着呢 文字效果那里 就给个效果 这个呢 接着 就是 就是 插入图片 曼仪水库 在曼仪水库那里插入图片 曼仪水库 这个 曼仪水库就是 反射 圆角矩形 图片 图片格式 这个 接着我们 收拾 放回去呢 它是长型的 我们就 收拾长型 放回去吧 自动换行 是举形的 如果你不按 举形呢 文绕图 2013就是举形 如果你不按 举形呢 它是移动不了的 现在移动到了 将曼仪水库呢 就是被标题 设定为标题 和蓝色 接着呢 再插入 东平洲图片 放入游标 东平洲那里插入 东平洲图片先 这个东平洲图片呢 就是 这个 右边桌圆形的 和 文字 是 紧密 在文绕图里 调回紧密 移到 适当的位置 这个 东平洲那三个字呢 就是 橙色标题 那我们移到 东平洲那边 先 收拾一下 左边 右边标题 在标题 右边标题 按标题,再按绿色 自动换行文字在前 格式那边,就是去文要图文字在前 这个是图片的颜色 选择适合的颜色 我们下一点 这样吧,接着呢,我们将这些 写字Enter多几格 不要紧,Enter多几格 插入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就是 3乘5 第一行就是地质公园观光帖 合併了硕片格后 然后贴上再重新地质观光 subjects 这几个字就是18号字形,字色,字中,选取了它 18号字形,字中,字色 然后其他的文字就贴上去 这里下面还有些字,姓名日子贴上去 参加人数 选择地点 跳到这里 其他件提议,跳到最后 如果有多一个Enter,我们就选择 然后这个表就是设定为一公分高 整个表设定就是按这里 选取了这个部分 这样就设定到了 大一公分 这里是没有变的,因为这里字大 所以不止一公分 下面那些就是一公分 另外这三格,我们就合并了它 然后再贴上这三个字 然后再贴上这三个字 上去 然后这三个字选取了它 就是做一个 是做一个项目符号 在下拉三角形 然后在订议新项目符号 找一个项目符号 就是方格 建立,确定了 建立,确定了之后 接下来看看是对不对 正确定,正确定 这样就可以了 这里就做好了 基本上就是 下面那些字 就删除了 那就剩下一页了